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北海盜女婿Jerry 那我现在还在九州 那我现在来到了九州最著名的一个观光圣地叫做太宅府天满宫 那我是开车来的啦 那如果你是这个做大宗运输来的话呢 你可以来到这个太宅府AQ 那走路呢差不多只要五分钟就到这个天满宫 那就跟着我一起去参观吧 在到天满宫之前 穿过一个商店街 大约有五百公尺左右 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星期六 其实日本这边很多旅游的补助方案 像这些饭店都有一些半价的补助 除了大家都戴了口罩之外 我觉得这个人潮跟疫情前没有什么两样 你看喔 我前面这个日本的妈妈带的儿子 应该是要来拍照啦 拍这个七五三 都穿着这个日本的传统服饰喔 非常的可爱 还在跟我玩耶 那我们就要快到了太宅府天满宫喔 大家一定很好奇喔 这个天满宫所祭祀的神明是谁喔 那祭祀的神明呢 在日本叫做 学问之神兼元道真喔 那道真是活跃于西元八百年到九百年间喔 深受众人外带的日本学者 政治家跟文人 那既然这边祭拜的是学问之神啊 当然也吸引了各地的考生啊 来这边祈求啊 金榜提名啊 在神社入口前有一个御神牛 在这个太宅府总共有十只御神牛 那据说呢摸了他的这个头啊 就会变得更聪明喔 大家赶快多摸一下喔 所以大家都在排队摸这个御神牛的头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有牛呢 那据说跟这个传说有关喔 尖元道真在死的时候啊 他弟子是用牛车在运送去遗海 但运到一半的时候啊 牛却不想走 所以这个弟子觉得啊 这一定是这个道真的意思啊 便将这个遗海的就地埋葬了 所以呢 之后就在这个遗海上面啊 建起这个太宅府天满宫喔 为了船杂这则的传说呢 这个神社境内啊 就有这个很多神牛的牛巷 叫做御神牛 在进入蔡宅府之前喔 会有这个山座啊 公王本殿的小桥啊 那它各代表的这个 过去 现在 跟未来 那经过的这些桥呢 据说呢 你身心静静的状态 来到神牛面前 那我们现在穿过这个 过去 现在跟未来 三座桥喔 那我现在已经这个 洗滴我身心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只麒麟喔 就是马申龙头 就叫做麒麟喔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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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个 太宰府 建于西元 1999年喔 那经过数次的回损喔 那于1591年喔 建成现在的本殿喔 那这桌已经历近 400年多历史的 这个本殿喔 现在已经被日本 国家喔 指名为重要的文化财了 那这两排要参摆 这个 学问之神的 民众真的非常的多喔 哇 那我结果不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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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日本 疫情已经趋缓了 你看所有的日本民众 都已经出来游玩了 非常多的学生啊 哈哈 来祈求这个 学问之神 让他们金榜提名 然后这边可以求这个 就是神签喔 100块日币 投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在这边抽一张喔 然后这边还可以付钱喔 然后就可以上这一个 正店喔 本店去做一个参拜喔 看到蛮多人付钱的耶 而且很多都是学生啊 看这个人潮 哈哈哈哈 哦 然后看到有人在结婚 日式婚礼耶 好特别喔 然后这个穿着日本传统服饰的就是新郎新娘的父母 那前面那个就是他的这个父亲 我父亲穿的是燕尾服 没有穿日本传统服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特别的 好特别的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提供 太宅府的名物叫做梅之餅 那據說就是一個兼元道真啊 生前非常喜歡吃這個梅之餅 所以這個梅之餅就變成這邊的名物了 所以一定要買一個來吃喔 在這個豐宿前面吃這個梅之餅 裡面包紅豆耶 蠻好吃的耶 一個130塊日幣 來這邊推薦大家一定要來吃喔 然後這邊的星巴克很特別啊 這邊最大的特色啊 入口到店內喔 都使用了木架技術 他是日本的知名建築家 維眼舞喔 以這個自然素材 將傳統與現代融合喔 我來掛他們的紀念品店 然後這邊有賣他們這個iphone的手機殼 都好漂亮喔 不過沒有iphone13好可惜喔 不然我真想買一個 來到了這個泰宰府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就是 伊蘭拉麵有一個叫做合格拉麵喔 那據說是全日本只有這邊才有喔 看過去看到沒有 日本的伊蘭拉麵都不用排隊耶 那個台中的排得太誇張了 我都有看到新聞看到沒有 不用排隊馬上就可以立吃了 那在這個九州啊 當然就是豚骨拉麵最有名的 就是這一碗拉麵喔 價格我覺得是有點貴啦 我既然來了就買一碗來試看看 呀我是一個北海道鄉下從 還是第一次吃伊蘭拉麵 湯頭是蠻好喝的 那我比較不理解的是 為什麼要在這麼狹小的環境 吃一碗 那個也不算便宜的拉麵 1400塊 我是不太理解啦 為什麼他生意這麼好啊 那今天的影片也非常的精彩齁 那我就不要再拍下去 影片太長大家 沒有耐心看下去 那最後啦 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你看喔 我今天五至十二十九